今天这个世界 今天的教会当中 有没有充满叛教的人 有没有充满三次不认主的人 有没有充满卖主的人 有吗 有 不但有 而且多 而且多到一个地步 甚至让众人都感到麻木 甚至都分辨不出来 那是卖主的行为 今天在教会当中 充满了许多卖主的行为 但实际上都不自知 我看到前段时间 有一个报道 说政府在有些地方 开始 想要转化基督徒 你看到 有人在网上看到一些照片 把人家 那个 可能基督徒家庭里面挂的 也不是十字架 或者是什么 弄下来 然后换上习近平的像 然后在安徽 还是在一些的地方 说政府就是给那些 就是说他们要 要转化基督徒 然后 要帮助那些贫穷的基督徒 然后意思就是送钱送粮 然后呢 你愿意把那个像挂了 那就是 每个月可以领200块钱 就卖成200块 其实这样的事情 在今天的教会中多吗 在你的生命中有吗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 三次的福建的神学院的院长 带领着神学生 在这个会堂里面 欢喜快乐地唱红歌 对吧 我那天跟彭牧师在一起分享 彭牧师说 那是他神学院的同学 同班同学 在三次教会当中 充满了卖主的人 很多人不愿意证实这一点 在家庭教会当中 一样地充满了卖主的人 今天早晨来 有一个弟兄跟我说 他知道附近有一个地方的教会 最近然后加入三次 因为加入三次之后 能够得到保护 能够得到政府的 政府的一个安全 这样的卖主的事 天天都在主的教会当中发生 但是人们甚至已经开始麻木 认不出来 那是卖主的行为 是吗 那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呢 其实不要以为犹大 离我们很远 不要以为在广场上呼唤说 杀死他 杀死他 比拉多说 这两个人 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 他们说释放巴勒巴 不要以为 那广场上的民众离我们很远 中国的家庭教会 19年的时候 大概一百万 就是新教不算天主教 新教的基督徒大概一百万人 当时统计的是 各个宗派是84万 但是没有算 泥托森的聚会所 还有正耶稣教会 这几个独立教派 这几个独立教派 聚会所大概有十万人 其他几个独立教派加起来 可能有几万到十 不到十万人 所以大概是一百万 而三字运动来的时候 在三字反帝爱国运动的宣言当中 千字的基督徒的人数 达到四十亿万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基督徒 一半的人都卖主 一半的人都三次不认主 都主动地卖给了共产党 告诉共产党说 我基督教是 帝国主义的工具和走狗 这四十亿万人的名字 都写在 大大小小各地的教会 白纸黑字的名单上面 当我们今天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 蒙神的恩典 不是在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 他们有多么的敬虔 不是的 是在说 那一位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替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 那么多卖他的人而死 这才是福音 各位 这才是神在过去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中国教会当中的恩典 因为他在中国的教会当中 不是把奖赏给了那些 那些重心的人 那些持守自己信仰的人 是的 也有 但是总的来讲 中国教会在1949年之后 是一个卖主的教会 是一个不认主的教会 是一个软弱的教会 就如同我们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卖主的 我们是常常不认主的 你有多少次 在你的公司没有认主 你有多少次 在你的老板的面前 没有认主 你有多少次 在发工资的时候 分奖金的时候 分红的时候 签字的时候 作帐的时候 不认主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就是 这一位的君王的十字架 他就是为那些 卖他和不认他的人去死的 他替彼得死了 他替中国教会当中 那许许多多 在君王的权势的面前 放弃自己信仰的人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当中 也提醒我们 仍然其中有 神没有为他去死的人 那样的人 出去要哀哭切齿 所以不是将神的恩典 作为我们放纵的机会 我们在神的面前 那真正 那有主替我们而死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 求主赐给我们 真正的 因信耶稣的悔改之心 阿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